河北人 河北科技师范大学 厂营销专业 本说 大家好 我叫陈龙 来自美丽的河北青黄岛 编业于河北科技师范大学 在大学之中我成多次创业 也策划了很多方案 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 今天我来应聘的职位是营销策划 谢谢大家 欢迎陈龙 你好 陈龙 你说你应聘的职位叫营销策划 是干嘛的 营销之前对客户调查之中 对产品的推广之后 通过产品建立关系 和销售有关系吗 销售属于营销的一部分 营销包括经营与销售 经营与销售 那据说你在上大学期间 就曾经办过一个校刊 是吧 对 什么样的校刊 这个校刊叫校园DM 就是免费向大学生宿舍投放那种杂志 免费向宿舍投放 对 发行量有多大 大概每次发行量大概一万份左右 一万份 对 那在学校能够办到一万份 已经很大的数字了 对 一期能挣多少钱 一期大概七八千左右 能挣七八千 对 为什么不做了呢 不是每期能挣七八千 还不错吗 是这样的 刚开始我们一直在做效果非常好 但是我做那个时候影响我的成绩量红灯了 我这个帮主任把我的家长请来了 稍等 你有毕业证吗 我有毕业证 我自己过了 考了多少分 我自己考了三百多分 三百多分 三百多分怎么能过呢 我考了好几次 我最后过的那次考了多少分 最后过的考五百多分 五百多分 哪年过的 大四年过的 一直在考 大四那年是哪年 大四年是零五年 你今年二十七岁 零五年是大四 零九年大四 赵刚老师问了有点紧张 不好意思 不不不 陈龙 我跟你说句实话 比如说 我刚才呢 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来的求职者里面 有涉及到四级的问题 我是冷不丁想起来 问你四级的这个事 对 我不认为四级过了 或者没过 是件多重要的事 套一下刚才我们老板说的话 在一个不值当的问题上 撒一个小谎 那个谎会越来越大 有的时候会让大家忽略 你想要传达的那个最重要的信息 明白我的意思吗 陈龙 明白 我不想过多的再解释了 因为当时确实是 自己没过对不对 没错吧 没过就没过 无所谓 好不好 本来这小伙子给大家感觉挺实在的 但是这么一说 这会儿我要 难道他隐瞒了什么吗 今天特不好 今天这个哥们一上来 我第一种感觉就是还是有问题 我请问 你刚才说这个报纸的成本是多少 一万份 这个我很清楚 你瞒不了我 一万份报纸的成本是多少 一万份成本的报纸 我因为做的时间很长 我会想想 当时八十克铜板纸是 你等会儿 你做报纸用铜板纸做 对 一会儿我的 用八十克铜板纸做 或者一百二十克铜板纸 行了 我让林乔说 来这样这样这样 稍等一下 我们现在有必要 既然说到了问题 我们有必要把东西现在拿上来 来 贝普你也别一惊一乍的 来 哪个是你的校报啊 就这个都是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都是校报 这不就是广告吗 对 刚才我说的是DM杂志 对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一个小的 其实就是广告业 说白了 校园小广告业 就这么一个东西 还不是校报的概念 一万册 我想问一下 你在整个这些活动当中 你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你是什么样的职责 我们大概五个人 我 我 我全都做 因为 全都做 我主要是做谈业舞 谈业方面吧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学上不是正规的企业 就是说你 你参与的来 你每个方面都会要做 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你是领头的 还是参与的 对 我想这样 是领导者还是参与者 是领导者 是领导者 各位稍等一下 你们在这聊吧 我就没听说 没没听到你们聊什么 但是我突然在这个小册子上 发现了一些 让我觉得稍微 稍微有点惊恐的东西 你没有参加过传销吧 我没有 绝对没有参加传销 他写到的全都是 必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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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制力加什么 加什么 就是你几十遍的这么写 是什么意思 我 我 首先 我不记得当时 我是在写什么心态 但是我 我 每天都要学习 每天都要成长 我绝对没有 谈谈 就是想请问你一下 你刚刚那种 自我激励的方式 是从哪儿学的 谁教你的 还是看那种录像看 对 我每天 我 对 看一些讲座 看一些 每天学一些 我做过那么多事 我不是为了做事来做事 我 其实我背后还是为 这些 是每天想要学习的 真是渴望学习 其实这只是一小小部分 因为是 因为是我从 我脑带过来的 我在安徽 还有非常非常多 我每天都要学习 就是其实刚刚你那个 机会的那个方式啊 就让大家刚刚突然 有一种惊悚的感觉 好像传销里面 有这种方式 其实我刚刚觉得你的笔记本也好 或者是从小的简报啊什么 这些都没有问题啊 证明你是一个挺认真的一个人 但我在你身上的确没有看到 太多的领袖的风采 或者是领袖的方法 我觉得可能你做不了大哥 但没问题 好好做个二哥也不错 但我倒是觉得你应该从 3D开始做起 我努力的最好四弟 好 谢谢 谢谢 陈龙又是一个 稍稍让我们大家觉得 内心复杂的求职者 可能在他说的话里面 有真真假假 大家自我判断 12位 第一次选择 如果你们决定给他机会 留下 否则离开 选择 没差离开 不许离开 有十位留了下来 你要向大家证明 天生我有才 我想问周老师的问题 陈龙打上场 他的手势一直是 这个样子 我想知道 这个手势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他很紧张 他不晓得他手放在哪里 对 很多男生都会这样 我建议 如果你真的很紧张的时候 双手可以轻松自然下去 来试看看 放松一下 我能解释一下吗 你可以 因为我们去在公司总部 陪训的时候 我们统一培训都是这个手势 这是奥巴马的手势 可以这么说 我想说 既然你拿出奥巴马了 这是德国女总理的手势 不要 咱们别学什么奥巴马的手势 我们统一培训就是这样的 对 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如果你要是这么舒服 你就奥巴马了 如果你就这么舒服 就这么待着 无所谓 轻松自在为好 好 那给大家说说这是什么 这是我当时跟附近一个西餐店合作 他投资六七十万的一个餐店要转让 因为他经营了三四年 经营不下去了 我当时就说 我说你不要转了 我来投钱 我来投了四万五 四万五 之后我就是通过一些手段 把原先每天营业二三百块钱 这样一个店进行成 越销售额突破十万块钱 你别把重要的就是吐鲁过去了 好 你怎么经过什么方法 比如说 你给我举一个例子就行 当时我策划了一个一百克麻辣香锅 这种小水扬 就是贴在门上的 因为小水扬当时非常火 大家一看小水扬 就你盗版人一张照片 吸引眼球 就是他有一个引导性 我们一定要强调这种方法 这是他做的广告 和本节目无关 本节目不承担拍了 陈龙当年做的 这个违法广告的任何法律责任 陈龙当年这是违法的 这你使用了别人的肖像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东西有效果 非常有效果 经过持续的这种运作 我们的电视程 当时就是当天就突破了两千 之后就一直突破三千 慢慢就得下来了 我受大家的委托 问一些具体的问题 受大家的委托 就刚刚您说的那个 就是从二三十 两三百块钱一天 营收然后翻了 十倍到两三千块钱一天的 一个餐馆 那个餐馆有多大面积 四百平米 楼上楼下 有多少个餐位 应该有五六十多 客户的人均消费是多少 人均消费大概一个人 是十五到三十五 那你的净利润是多少 每个月十万块钱的营收 你的净利润是多少 餐饮业大概有百分之三四十 是这样的利润 其实是不是那个 整个管理账都不是你管的 你光管出主意 我可以这么说 当时我的财务都是我管的 但是我并没有 这种细致的 等一下等一下 陈龙你刚刚说财务谁管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管理 人员的管理安排 还有这些运营 还有钱 当时我们谈的业务 都归你 全都归我一个人管 你走的时候 你这四万五 还是四五万的投资额 收没收回来 我投了多少钱 我拿回来 额外的有吗 额外的就是当时每个月 给我开了两千块钱这样的 你在那上班了 这是非常奇怪的投资 对 我可以说这一点 上班我能说句话吗 刘萧 我想说一句话 你先说 这也是我当时 为什么退出了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当时就是在账面上 你就能看到 有他有理的 但是他给你开两千块钱 其实我们能接受的 就是两个原因 因为当时我还是一个 一个是你被蒙了 我知道 一个就是话里有假 我刚才做了一些 真是我发的内心 我都是真实的 我刚才说的四集 是我当时的一些失误 但是我从我心里面 就是说我一直在学习 我以后可能也会 把它补上来 所以说我身内认为 我是通过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真实 我后面真实 我真是这样的 有些细节可能没打上来 没事 希望老板见谅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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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血淋淋的教训 一个细节出问题 一个细节诚信上 产生的质疑 好像你所有说的话 老板们都会怀疑 他真的太不值当了 所以十位 愿意给陈龙机会的留下 不愿意的离开 选择 谢谢大家 所以陈龙没你想的那么惨 第一 第二 老板能狂轰滥炸 不等于不给你机会 来听一听 大家各自给你的机会 林骁 吉务特 招的这个职位给你的 是我们加盟部的客户经理 来 杭月 那我其实给你一个就是策划的一个工作 来 陈龙 聚美有名 我们公司会做些校园代理工作 因为你有校园经验 所以会和他们一起做一些校园的推广 好 小飞 职位就是一个销售的岗位 好 来 梁静 华齐 销售 销售业务代表 我愿意提供给你一个产品运营的岗位 好 卖包包 给你提供在线下做销售 来 梁页 聚焦社能够提供给您的工作 就是市场部 市场部的一个企划的工作 好 百合网 我们是个相亲网站 所以呢 是我们的红粮业务的电话销售 好 陈龙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七盏灯 张老师 我能不能 因为我有个想法 就是我要选定了 第一个选择 也许是之后五年 我都想好好 专心做下去 做出一些成绩 一个决策 决定了我 以后五年 我想慎重一下 我想请弗兰克 给我一些建议 好不好 弗兰 我还是那句话 刚刚这么多岗位里面 选择一个踏踏实实的 是分析能力与实际干的 就举个例子 好像吉乌特刚刚那种植物 我觉得会比较适合你 其实我觉得 有一个摄影公司 也是非常适合的 植物很适合你 我就不听名字了 为什么都不提我们呢 不 你看 真是 我们要对选手负责任 郝岳老师 都在举例说明 我也给你举个例子 比方说 你可能常年 贴小广告 贴的已经很有心得了 对吧 那 从现实世界 贴到网络世界去 也许 也是一个好选择 对不对 走上前去 陈龙 把其中的七盏灯 灭掉 你好 再见 林肖 你说这哪是个听人劝的孩子呀 再见 陈龙 谢谢你的真水吧 小飞再见 谢谢你的真水吧 再见梁静 谢谢你 再见 缺一动 你好 谢谢你的真水 两眼再见 再见 你确定你是个听人劝的人吗 Frank告诉你 林肖那儿不错 你上去 光灭了 周老师说 有一个摄影工作室不错 你把凉样的灯上去 光灭了 这会儿突然有个老板 跳出来说 为什么不说我 你把他的灯留了下来 这是你的选择 自己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现在两家留了下来 谈钱不伤感情 我们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这个产品运营 我们给你的薪资 大概是在2500左右吧 那我给你的薪水 大概是3000 如果说这个业务 这个范围是你负责的话 我还给你这部分的提成 好了 15秒钟的思考 陈龙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越美堂 还是58同城 还是谢谢 再见 58同城